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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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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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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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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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巩为今年科举状元 驱江簪花跨马游街三日 来人呢 将刘豫拿下 是 来人 将刘豫拿下 下下刘豫 下下刘豫 下下刘豫只是一时糊涂啊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太师 太师求求你救救我 太师 救救我 我带下去 太师救救我 太师 我可是你的门生啊 将刘豫 暂且收监 求大人 刘豫作弊一案 就由你来申领 臣领旨 皇上 老臣一时糊涂竟受他蒙蔽 请皇上 治老臣独之之罪 太师啊 你乃我朝栋梁之才 怎能为小小的刘豫 来质自于太师呢 谢皇上 此次科考选拔人才 已达到目的 真正的状元已经出现 朕 特赦 此次谢提和独职的考官 战争 不愿意追究 郑太师 臣在 你可明白 臣 明白 朕恭贺张拱为新科状元 张拱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将军 将军 喜讯呢 既旦主帅受伤 军心动乱 将军此次重创敌人 至少可保十年安定 真乃奇功啊 军人包围疆土 是应尽之责 不是为了论功性上 报告两位将军 前方什么情况 是郑太师的公子 郑恒来见将军 郑公子因何而来 还有其他人吗 同行还有 家将霍启忠 快传 是 霍启忠拜见杜将军 在下先行 前来通告一声 我家少爷的车 离军营已经不远 很快就到了 霍将军 有了 在下先行 打下来 我家的军 我家的军 是 军 我家的军 军 是 军 我家人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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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人 军 军 军 我家人 军 统领左翼部队 统领右翼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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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领左翼部队 少爷 大哥 三弟来了 郑公子 你辛苦了 大哥你太贱歪了 副将 这是军营 军机要处 请副将稳重才好 好 杜鹊将军 正横投军 前来向将军报道 末将已接郑太师 亲手修书一封 公子的实战经验不多 还请屈居副将 不委屈啊 战场上兵刃相接 还请郑副将 千万小心自己的安慰 郑副将 先请回军营休息吧 我还想跟杜鹊将军 再聚一会儿 下一站举足轻重 政府将先养军蓄锐 相聚不迟 好 那我先回营了 太后 这是新科状元张拱的文章 请太后过目 那状元张拱的文章原稿 不是已经被那冒名顶替的刘鹊给烧了吗 难道这是刘鹊作弊腾超的那一稿吗 罢了 哀家不想看着弄虚作假的文章 太后 微臣不敢如此草率 那份假文章已经被微臣收作证物 这一份是微臣特意让张拱重新墨写下来的 今后还要封存入党 果然是一首好字啊 比例囚禁而有气概 大有阎公真卿之风 张拱师从崔相国 品德纯良 才华过人 是我大唐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崔相国在临终之前 将粮草一案的证据留给了张拱 就是希望他能够承袭相国的衣钵 铲除全肩 以报朝廷 原来是相国府的门生 哀家倒想亲自见见这个状元郎 令太后 张拱现在就在殿外后职 宣他进来 遵旨 宣新科状元张拱进殿 学生 张拱 叩见太后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 谢太后 哀家听说 你是相国府的门生 相国生前北已得拖 完成他未完成的事 可有此事 这是相国生前所作的万言书 书中的字字句句 皆是偶心立血 相国大人历臣养藩之病 希望太后皇上三思 这是当时查获的通番密信 这是孙非虎孙将军写给你 朝廷的血书 孙将军也是受人蒙蔽 误以为崔相国 寇粮不发 才酿出孙非虎 围困蒲朽寺这一事端 孙非虎现在何处 此人倒是最好的证人 自蒲朽寺一事之后 孙将军已经两无音信 你要尽快找到孙将军 让事实真相 大白于天下 谢太后 为臣还有一事相求 讲 求请太后允许微臣 回相国府重开极贤殿 广招天下贤才 向相国府修善一心 哀家就依了你 没想到 你还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如无旁事 你等先下去吧 张文告退 温公公 你看这等迹象 究竟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啊 奴婢不敢妄言 皇上心正正直信头上 就像马居建到了草原 必想开怀驰骋驰骋一番 太后所虑 奴婢明白 只怕现在 现在不是泼冷水的时候 若皇上生于乱世 必是开疆的利刃 现在 却难成安邦的利器啊 哀家倒是希望 有个聪明 有忠心的人 来帮助他 太后有所不知 张拱 本为村相国门生 据说张拱 在急贤殿之时 与崔家大小姐英英 明里暗里的 生出许多的故事来 郑太师怕伤及颜面 并不看重这桩婚事 所以 郑太师 退婚之事 也只是托辞 奴婢估计 郑太师对张拱 一定恨之入骨 这盘谜局 越迷离 就越精彩 各方势力 方可彼此消化相抵 皇儿才有尽系 来丰满 自己的羽翼啊 太后英明 夫人 小姐 大喜啊 小宝 你要让什么呀 张公子 高中了 你一会儿真的 一会儿假的 怎么回事呢 这回可是真的 这京城和蒲州城 都传开了 我走的半路就听说 我心里着急 就赶紧跑回来报信啊 真的 夫人 张公子高中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没有 夫人 我是亲儿所听的 说是皇上钦点的 张公子 现在正在跨马游街呢 是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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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中了 真的中了 真的中了 太好了 小姐 中了 真的中了 姑娘 小姐 小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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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我 听我现在 是的 由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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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赤诚了 朕的皇妹还未出阁 朕想把她赐婚于你 这样朕和你就成了一家人了 皇上恕罪 臣不敢受 臣有婚约在身 不敢停妻再娶 即使婚约还未结发 談不上停妻再娶 难道朕的赐婚 你敢推却不成 臣那心上之人 为臣受尽磨难 若臣为求荣抛弃之 那臣之人品 不配为皇上所赏识 好 朕正需要像你这样敢说敢言的人 在朕身边 你起来吧 张国 谢皇上 朕好像不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仿佛在这院中 听谁说起过 微臣何时搅扰过盛听啊 朕想起来了 是朕的衡表哥 原来衡表哥所说的那义兄张拱 正是眼前之人啊 微臣不才 却是与那郑衡公子有兄弟之一 还有一人是朕亲自的白马将军杜雀 杜雀将军 现在边疆 征战未回啊 真是天公巧安排 朕衡表哥 真是朕的福星 为朕招来了文徐武将 微臣斗胆问皇上 是不是因为朕衡的原因 才让皇上钦点微臣的 这就是你的运气了 如若朕知道这层关系的话 纵然你的文章货真价实 朕也会回避顾忌的 满朝文武皆为自己打算 难见真心 朕需要一个年轻且又有正见的谋士 为朕来煞一煞那些人的威风 动动他们的根基 微臣定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好 自古忠臣路难行 朕年少登基 朕的路何尝不是崎岖不平 微臣愿助皇上 开疆辟土 开我大唐新篇 这一刻 恒表哥果然没有看错人 朕从千万考生中挑你出来 朕的眼光不会错 臣谢皇上厚爱 朕仿佛看到那庭台中 有朕的新晋文学武将 还有朕的恒表哥 与朕一同畅饮呢 微臣料想那一刻 必定会早日到来 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关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为福利 我们认为我们使用 特别人编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章大人 邱某朝您有一事相商 张公 现在生无半顶关界 邱大人如此称呼 真是哲煞小声了 我这一急就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张公子才华横溢又是重严至深 老夫只是盼着你能够位列官阶 与老夫同朝共事啊 那个舞弊的刘玉 是个唯利是图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一点我想你比老夫更清楚 老夫就要去审问他 还请张公子一同前去 帮老夫分析一下 这刘玉的心思 我们或许在他身上 可以找到一些破绽 邱大人所言极是 好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去大理寺监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想要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小银行的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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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受军阀处置 战场上兵凶战位 半点大意不得 我知道 我父亲给我 备了最好的金创药 我现在就去拿 少爷 杜将军 此次追击敌军 过于鲁莽 幸亏我家少爷 奋不顾身 杀入敌阵 你才能保命而回 你胡说什么 这个战报 你看有没有问题 若没问题的话 明日 我便上乘朝廷 看完后在这里加印 你是什么身份 战报轮得到你来你吗 你向朝廷作报 说政府将他力挽威局 功劳全给他一个人吗 杜将军 如果我写错的话 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 你可要给我纠正 因为我是太师大人 亲派的使臣 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 放屁 你简直就是黑白不分 住口 那我摔印了 大哥 这是我父亲给我配的最好的精创药 你拿去 多谢了 郑父亲 不客气 大哥也是因为我而受伤的 刘豫 你知道吗 郑太师因你而不能自保 刘先生这样聪明的人 难道不知道法不择众的道理吗 满朝十几个官员所犯的罪过 却由你一人承担 你不觉得冤枉吗 只要求大人和张大人 能让我活着出去 小人日后 必定为二位大人马首是瞻 这个并不难 只要你将贿赂考官的原委 都记清楚 并将贿赂过的考官的姓名 一一写上 皇帝陛下自然会犯你一条生路 好 我中 我中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依前方军报所成 副将郑衡 力退契丹余孽 护我将土 要大唐威信 父皇帝诏曰 我当然是 女士 女士 借人 女士 也 迅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后听说那日在殿势之上 皇帝陛下下了两道自相矛盾的圣旨 可有此事啊 确有此事 皇上一方面下旨让求免之彻查假状元舞弊之事 另一方面又下旨赦免所有涉嫌歇提舞弊的官员 正是 皇上的这招只查案不治罪的旗 下得妙啊 这样众多大臣们都以为皇上尚且年幼无知 对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还不甚自如 所以下了两道自相矛盾的圣旨 也不足为奇 这样一来也自然麻痹了大部分的朝臣 其实是让他们看不出陛下的真正用意 儿臣正是此意 皇上这么年轻 就对于御人之道运用得如此娴熟 母后甚感欣慰 此乃是我大唐的姓氏啊 朕就说嘛 儿臣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母后的慧眼 盖贤庚章是历朝的难题 切不可操之过急 母后所言极是 新科状元张拱乃是我大唐栋梁之才 有他的锦心宏图 新政之策日渐明朗 时时有刚 不需多时 吉贤殿便可重斩雄资 你对此人了解几分呢 这博雅紫妻 只听琴声便心灵互通 张拱为心正热血沸腾 闭门急疏 他挂念未婚妻子 却只是托红艳传信 不忍回乡团聚 你可知 他钟情的女子是何人呢 儿臣不知 母后倒是有所耳闻 好像与已故的崔向国的女儿有关 张拱曾对儿臣说过婚约之事 但是却不知道是何人 难道是崔向国之女 母后只是猜测 崔正两家的婚事 令政太师大为不悦 母后夹在中间也左右为难 如若此时张拱也淌进这滩浑水 那真是他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呀 母后多虑了 百炼成钢之前必然要经历痛苦的脆祸 儿臣相信张拱已经有所准备了 这张拱真是锋芒太露 他与崔英英之事 却会成为上他的利剑 这人才未懂得围观之道 可偏偏被推到了这风口浪尖之上 儿臣以为应该让张拱放下这段儿女情长 招他为驸马 一则保证了崔正两家的婚约 二则可以给张拱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 母后意下如何 皇上这步棋走得妙啊